如果说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2到 这个地方2到那个33的一个表格的话 那这边呢我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需要 告诉他说我要输出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呢我就是for i 等于第几列呢第2列到第9列 for j等于第4列到 4 5 6 7第7列 然后输出什么呢 其实这个逻辑跟刚刚还蛮像的 你就把那个什么呢column改成追 把那个什么呢 那个 Role改成i 有没有因为在这里 实际上用J来代替的是 那个蓝 用i来代替的是 那个Role OK所以基本上你做完之后 Sales i追输出的话 刚好就会是我们要的这个表格 OK大概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这个 这个逻辑for i 是列 for j 是蓝 那利用刚刚类似的概念 把 2到33的这个位置先输出 那为什么要先输出啊 因为 我将来要抓 资料来源是Range 用Range来抓 Range 前面都是B嘛 B多少 B2 B3 B4 他就帮我把那个资料给抓过来 抓过来 所以第1个动作是 表格 第2个是把资料真的抓过来 那怎么做 一样 其实我们一样跑一个列回圈 一样 2到9 4到7 把刚刚的那个 抓那个位置的 这个部分 前面呢 再串一个Range 跟他讲说 你用Range的方法 帮我串个B B是哪一栏 And呢 后面就是哪一列 B2 B3 B4 那帮我抓到哪里呢 抓到Sales IJ里面 所以帮我放进去 放进去 一个一个放进去 放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需要做什么 把它做切割 去除栏名 那去除栏名的做法 跟刚刚也是蛮类似的 这个地方呢 怎么说 你会发现 我这边也是用MID 在BBA里面 用MID 其实蛮接近的 MID 把什么东西放进来呢 把SalesIJ 就是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里面来 接下来做什么呢 LEN 这个地方 我的第一栏 第一栏怎么表示呢 记得前面 前面是D1 D1 前面加一个锁 可是如果在BBA里面 你如果要锁 你可以用什么 第一列来表示 栏的话因为会有 变动 所以用J来表示 表示说一列一直都是 第一列 可是栏会变 但是一列不会变 加上2 加2 刚刚逻辑一样 然后呢 后面抓99 意思说后面的资料 我全部都帮我抓回来 那就帮我怎么样 切割完之后放回去 所以切割完之后放 最后清除了 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你用RANGE 来 后面加一个什么 RANGE告诉他说 我这个范围呢 帮我全部清除 D2到G19 D2到G19 或者是反正这个列数 你可以自己再去抓 后面加一个清除的话是 DAN CLEAR CONTENTS 打一个CL CLEAR CONTENTS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清空了 所以 基本上会有 四个 四个部分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跟那个 Indress还蛮像的 那这个是325的部分 那因为326 他的逻辑跟前面的题目还蛮像的 所以最后 我再把那个326这一题 他的结果稍微再 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下拉清单 当我下拉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 自动去抓到 一班 二班 三班的资料 所以我可以什么 用VBA 其实反而这一题 用函数来做 比较麻烦 反而用VBA来做 比较简单 怎么说呢 其实你可以看 函数的解法 至少五个函数 而且五个函数 还非常复杂 可是用VBA的逻辑 你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去比对 比对什么呢 一样比对H H3 这个是 H2 跟这一栏 就是Sales Idea的 A栏里面比一下 如果这个有 一样的话 那你帮我把后面的东西 搬到这边来 比一下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搬过来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边的话呢 一样 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把那个 程式部分 直接加上来 那你可以在哪边找到呢 其实在云端上面 这边就有一个班级 直接也是一样 班级的这个 这一段 那我们直接来看 基本上呢 一样是一个SAP 班级 那我先把旧的资料先删掉 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K等于5 K为什么等于5 意思就是说我将来 找到的资料放哪里 所以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跟前面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如果要把这边的资料 找到之后搬到这边来的话 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的初始的列是在哪里 那我初始列是在第5列 好 那再来就做什么呢 For i 等于 2到12 就是底下 2到12列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如果这个 找到这个 Sales i 列的a 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Range的 H2的话 相等 要做什么 把资料帮我搬过来 搬过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 哪里搬到哪里 这个可能你要是 也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帮我把那个 B 栏 C D E 后面搬到前面 搬到哪里呢 特别重要 这边是有个K 因为我要搬过来 所以这边是K列的 G H I J 有没有发现 这边前面都K 那K 做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帮我搬一列过来 后面呢 记得K等于K加1 为什么K要加1 因为搬一个了嘛 如果下一个再找到 你不能K 容易等于5 5的话要盖上去嘛 所以K加1 第6列 第7列 第8列 一类推 那我们做完之后 假如说 使用者选了一个 比如说2班的话 哪一个班级 比如说下拉清单 那一样我当然这旁边 可以多增加一个按钮 比如说这边有个班级 那当我怎么样选了一个之后 选了一个之后 一般 他自动帮我把资料抓过来 先清空嘛 然后再搬资料 先清空 再搬资料 可是 你必须要下拉之后 再按按钮 你会觉得很麻烦 对不对 一样 最后怎么样 你可以再利用刚刚讲过的 到那个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边只有Shoot 1 里面的什么Worksheets 里面的选到Change 当它Change 的时候呢 你去 Check一下 他的什么呢 H2 的那个 出生格 的Target是不是 特别说这个Target 字不要打错 点 Addre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 绝对的位置 假设 H2 相等的话 Zen 才去呼叫什么 所以 这边Endif 这个不做法跟前面一样 所以我们大概 扣什么 扣班级就好了 所以这边 OK 好 写完之后 理论上会变大写 那我这边其实这个可以减下了 这个不用了 试一下 点下去 抓下来 还蛮棒的 所以以后你的报表 1到12月 你可以做一个下拉清单 1到12月 按一下 1月 2月 3月 自动就下拉了 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回去可以试试看 那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个 可能讲的会比较 刚刚主要是把325 跟326 好